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辉 高级工艺美术师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 擅长沉香 檀香 红花梨 紫檀等名贵木料的雕刻 对材质特性的独到理解 使得李辉的作品繁简之间都充分在线出了原材料的自然之美 顺势而调 一形而着 让每件作品的形态个性与主题高度契合独具风格 从业二十余年来 李辉的多件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大奖 发表过多篇论文并获得了多项设计专利 我们听李大师讲一讲本场的奖品 请 今年是龙年 然后我特意选了成香母为原材料 香气好 而且纹路也比较漂亮 但是相对质地会比较稀松一点 雕刻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说我只能用那个立体原雕的技法 精雕细作出这个弦龙细珠 作品取名叫《龙腾盛世》 也意味着我们祖国的未来更加还伦参盛 感谢 感谢 我替今天最后的货人表谢谢李大师 因为李大师这个形象 在我们这来的大师里边还是挺独特的 往这一坐 是吧 有古天乐那个意思 是吧 为什么说这么多好词呢 这东西马上就不归你了 今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我们看一下 有不少高手 今天的竞争会非常激烈 我们也欢迎今天光临现场的六位 夺宝人 欢迎各位 欢迎 聊青宁通宝 聊道宗耶律宏基青宁年间铸造 面文青宁通宝凯书选堵 前径2.4厘米左右 重约3.7克 常见品种目前市场价格500元左右 今天美获得一分 这日身后将会获得一枚 聊带青宁通宝 马上认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 宝主这位 这是尊清代的翡翠香炉 高21厘米 最大直径23厘米 香炉为三足立室炉 带富碗式盖 子母口香盒 盖顶圆雕回首盘龙 生动形象 其下方分别有 城三点分布的 瘦首弦活环钮式 肩部对称雕琢两个龙首活环耳 下城三足瘦腿 布局合理 乏而不入 配有原配红木座 整体造型厚重断装 工艺复杂 线条流畅 渐显皇家气派 这尊香炉的翡翠 以色渐长 但质地有些松散 肿水较畅 这正好符合 清代翡翠的特质 那么这尊满色绿的翡翠香炉 真的是出自清代吗 第一件宝物 号称是清代翡翠香炉 我们请各位 现在就立即做出判断 认为真选一 认为假选二 请 为什么上来就要选呢 因为这太厉害了 清代翡翠 叼了一个香炉 应该说这么大气形 在我们这也不多见 我们来听一下 一号的看法 您认为这个怎么样 我认为东西很漂亮 但是我感觉年代和描述的 可能会有一些差距 我感觉年代要略晚一些 略晚一些 那是什么时间呢 大概就是上世纪 80年代左右的东西 二号怎么看 跟一号其实差不多 就是从材质上看 应该是翡翠没问题 应该是跟出口创会 但是换案会的时候 大量就出口 就是年代不符 材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号肯定跟你们 有不同的意见 来 三号请 即使它不是清中或者清早的 它也可以是清晚的 对吧 所以的话 翡翠它本身的硬度比较高 但刚才看它的这个细节 包括它外边的这个皮壳 还有它的磨损 包括它的这个雕刻的工艺 所以我判定它是符合描述的 好 最后六号 你认为它对不对 我认为这件东西呢 年份应该还是很浅的 因为我刚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里里外外呢 没有说像有被人摸了一百多年 那种油润感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它又不是个靶件 这怎么能被人摸一百多年呢 对吧 那十年 十年摸一回的话 那也得摸出点油头来了 你说那得什么样的手 天天拿个香炉在那盘呢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刚才的选择吧 来 请看 三号乐了 三号现在很得意 没准就三号一个人对了 这完全有可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施俊超先生宣布 第一件号称清代翡翠香炉 由经施俊超先生鉴定 它是 假的 一二四五六 再加一分 我们请施俊超先生 讲解这件宝物 请 这不是翡翠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咱们国家产的东灵石 它的结构松散 然后看上去 又像翡翠又不像翡翠 它跟玛瑙是一个材质 都是石英质的 这是我们创会时期的东西 要准确地来说 应该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期 那么在当时来讲呢 一个是东灵玉 一个是金白玉 也就是咱们说的大理石 细腻一点的 然后呢 他们都去做这种工艺品 但是这种东西呢 从哪来的呢 现在我们不是生活好了吗 我们大老远呢 有好多人出去旅游的时候 上欧洲又背回来了 这我可碰着一个翡翠 就是我不当清代的买 就是计划星期时期的 这现在也值钱呢 好几万没问题 就是我们再出去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有很多它长得 类似于翡翠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 这个准确来说 从定名上 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北京玉玉厂生产的 东灵石的香菌 好 谢谢师庭 谢谢 而且是一件很精美的工艺品 物美价廉 是吧 很漂亮 您要不当翡翠买 我觉得还有一定的收藏 跟生殖空间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件宝物 请看 第二件宝物号称是 清代东猪 潮猪 李大师 您看着这件东西怎么样 我看里面配饰是挺漂亮的 碧玺啊什么是不是 好多这感觉是八宝了都 但是关键是它是东猪 东猪好 东猪 有那么新的吗 看着新是吧 好多也很新啊 李大师说了 这看着像新的呀 我是感觉好像是 但是里面的配饰 我觉得现老的一样 这就复杂了 有一部分看着新有一部分看着老 我们来看一下这轮大家的选择 来 请看 有两位认为对的 四位认为不对 来 我们听一下六号的意见 为什么觉得对 因为我觉得真猪它这个 因为真猪它这个在一两百年的时间内 它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小 反而我看它旁边的那些坠石 我觉得特别的舒服挺漂亮的 我觉得它应该像是老的 因为真猪它不太容易经历岁月的变迁而变化 对 但是对比旁边的你就推测出 他们应该挺老的了 是吧 是的 我们来听朕解释一下 来 黄振元 因为它是东猪嘛 真猪 清代时候的东猪只能是皇帝 皇后 皇太后 还必须是在大典上的时候才能佩戴 不是天天没事就能拿出来显摆的 不是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清代的话 它是非常珍贵的一套超猪 那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我们这儿老有这么贵的东西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关毅先生宣布 清代东猪朝猪经关毅先生鉴定 这是一件 假货 1234号给大家一分 好 请关毅先生点评 什么叫东猪啊 东猪不是东海的猪子 东猪是指东北的猪子 主要是东北的黑龙江 这个乌苏里江 宋花江 就这些江河当中出产的这个 就很冷的地方出产的 很冷的地方 冷水猪子 过去这个猪子也生的 想找一颗圆子那非常难 就宫里也没有几盘子 所以过去你看那黄金的帽子上 前面都嵌着那东猪 十颗猪子在清代的时候 在宫廷当中能够顶多少 一千张皮子 一千斤人参 就这么大的价值 所以刚才那个四号也说了 只有皇帝 皇太后 皇后 这才可以用这东猪 所以这个价值是相当高的 这拍卖会上也卖过 这个真正的从皇家出来 这东猪一挂 那就是四五千万往上 所以说呢 价值是极其高的 这挂猪子一个过于大 过于的齐整 过于的鲜亮 好 谢谢关先生的介绍 我们来看第三件宝物 第三件宝物 第三件宝物 这件宝物是什么呢 我们先请一号给他取个名字 一号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是仿歌幼 仿歌幼 什么时候仿的呢 清代吧 二号认为这是什么 二号 应该是现在仿歌幼 太白皮吧 太白磋 太白磋 是吧 太白罐 太白罐 都认为是当代仿的 三号你认为它是什么呢 现代仿的 也是当代的 一 二 三号都认为 这是一件当代仿的东西 宝主认为它是一件清晚漆 仿歌幼 大罐 来看看各位本轮的选择 你看看 咱有没有今天投一回来的夺宝人 有没有 六号您是投一回来 是吧 对 第一次来 你看啊 你看刚才那个一号 他那样说 但是他选择是这样 这在我们这儿叫常态 就是我们这儿 他只要没有最后 他做出选择 他说什么都行 我差点被他们给动摇了 但是你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 你没有听他刚才说的话 你先听一下你的意见 你为什么认为他对 首先我看他这个造型很漂亮 像线条 然后看了一下他的底 也很自然 没有像这个人工做旧的那种痕迹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件清晚漆的 仿歌幼的一件太白罐吧 来五号 告诉他为什么错了 五号 我就是受一号影响 一开始我看着觉得挺好的 然后他们都说一二三都说假的 然后我心想那就假的吧 就是你现在觉得所有的账 都要算在一号头上 是吧 我们听一下一号的辩解吧 你是临时改了 还是刚才故意想误导别人 故意吧 因为这一组实力太强了 我想给他们增加一点悬念 好坏 那你觉得你害着谁了呢 害的都是那些比较动摇的 知道一点又不知道一点的 四号总结一下 来 为什么对 我就从这个器物本身说一下吧 一般来讲有句话说这个大器小开片 这好在哪啊 好在了你看它从它的口颜部 这有点像那种密集的百集碎的那种开片 然后到这个器身就变成了大开片了 有这种层次感的在这里面 一器之上啊 融合了小开片与大开片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就是一看还是挺高级的货色是吧 是很高级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李晨先生宣布 清晚期法歌幼大冠经李晨先生鉴定 他是假货 2号 3号以及5号各加一分 大家都在看1号 你不要这样啊 人有失手 马有漏皮 是不是 我们请李晨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这只大罐 来 李老师请 为什么说不对 不对在哪呢 年份不对 东西是老的 是清代的 清代什么时候的呢 清 乾隆 而且是乾隆晚期 为什么呢 这个是大开片 绿地大开片 都是雍前时期的 到了晚清的 都是鱼籽片 右面发白那种鱼籽片的罐 好 谢谢李老师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四件宝物 请看 第四件宝物 这件宝物呢 这个个头比刚才的稍微大一点 这是一件什么东西呢 宝主 哎呀 宝主今天来了 这宝主啊就是这椅子的主人 什么时候买的 这东西花了多少钱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我们有请宝主陈波上场 欢迎 大家好 你好 先生你好 老师好 陈先生来自什么地方 我来自江苏苏州 苏州 这个苏公 对 这椅子也是苏公的是吧 对 椅子苏公的 您说它是一个明代的果木灯 您能挂式车轿椅 太复杂了 我们知道烤鸭都是用果木 是吧 是一个车轿椅 是七年前收的 这道真像车上面的座椅 是的 那它是放在 它肯定不是汽车上了 对 它是放在什么车上面的呢 像独轮车 那个轿子上 对 独轮车 轿子 对 反正也是有钱人家做的 对 有钱人家做的 那它为什么这个下边腿 这么短呢 它这个 它是好卡进去 它不需要腿 是吧 不需要腿 您收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一千块钱 就在苏州逃的 对 谷完市场逃的 七年前逃的 七年前 你觉得现在值多少钱 现在不知道 看看老师 也就这一个是吧 也就这一个 好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来 请看 好 你看 只有六号一位认为 你这说法是有问题的 六号 你认为正确的名字 应该叫什么 我汲取上道题的这个教训 我觉得可能不是明代的 会不会是清代的呢 因为我看它那个中间 有一个小席子 我想如果明代的话 会不会早就烂了 这席子看着好像是挺老的 是吧 所以我也是猜了一下 会不会是清代的 来 5号 来 你离它近 你告诉它为什么 这说的就是对的 因为它真的 看起来非常真 而且那个 其实我对 这种椅子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感觉 我相信博主 而且他是苏州人嘛 对木雕肯定很感兴趣 好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 关毅先生宣布 博主陈先生认为 这是一件明代 果木灯挂式车轿椅 这个说法是 这个说法是 正确的 12345号 合家一分 很了不起啊 就是 官先生给一个东西定名字 是很严谨的 结果你看全说对了 我们请关毅先生 进上这件宝物 来 明清家具的发展 以苏作家具为先啊 因为苏作江南地区的 这个手工业发达 我们说大概从14世纪开始 江南的手工业就蓬勃兴起了 所以呢体现在什么 体现在不光是农耕的工具 还有家居的这个用品啊 现在我们看这个小椅子 就是我们的官帽椅的前身 这个你看那个 那个大脑的那个地方 就是明代那个乌纱帽 官帽椅的这个前身 它叫灯挂椅 为什么比较简洁 没扶手 哎 然后呢 像那个乌纱帽那个底一样的 哎 你像那个中间那个靠板 那就叫潮板 什么潮板 大臣上朝的那个户 拿在手里 你看见没有 C型的板 后来发展的很舒适的 有S型的 这是C型的板 所以这都是比较早期的 再说那席面 那叫藤席软替 软替干嘛 就像在古代的沙发 它坐着舒服 底下是棕绳 上面是席子 当然这没说不可以换啊 在这个几百年使用冠军中 这个席子可以换无数回 这不定换了多少回了 哎 这个古人很巧妙 这席子不是贴上的 也不是粘上的 它边有压边条 它是崩在上面的 编织在上面的 坏了江南地区的 边席子到处都是 所以这是苏式家具的 一个典型代表 你看苏式家具 早期的都是藤席软替的 真正到了硬替板的 那家具就比较晚了 所以反而说明了 这叫气务比较早 刚才他也说了 这车轿椅 放在那马车上 这古代的时候 咱们那个周车劳顿 那个长途旅行 没有高铁 是不是 那只能是坐马车 旅车 这就算商务座 这就是商务舱 不光是这个车马上用这个 在江南地区 它比较发的 那独轮车上往上装 你看那后腿没有 后腿那是个笋头 这笋头干什么 它专门有槽子 往里插 跟那个扣的 接接是 很巧妙 很巧妙 所以又接是又漂亮 所以你看见了没有 这个家具器物和那个时候 人居和生活 是非常的贴切的 我们今天能够通过 这样一家器物 真正看到 领略到 明代家具的这种风貌 好 谢谢关先生 这个 现在就这一个是吧 就这一个 你收藏东西 你知道一定 还是最好能成套 对 你回头把那个车那部分的 再收来 加油 下回再来我们节目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谢谢先生 好 谢谢 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五件宝物 套料鼻烟糊是指由两种以上玻璃制成的器物 据史料记载 在康熙时期已有套玻璃这一品种 套料有套一色与套多色之分 保主认为 这件松鹤延年主题的鼻烟糊 就是清代套料的精品之作 高7.5厘米 宽2.5厘米 胎料为明黄色 齐上浮雕以深褐色的松干 绿黄相间的松针 黄褐蓝红黑的仙褐 蓝绿成的山石 颜色丰富艳丽 给人以极强的视觉感受 底足和侧身都可有乾隆年制款 正见鼻烟糊品相几家 当属为清代套料鼻烟糊的收藏真品 清代松鹤延年套料鼻烟糊 请各位做出选择 认为真选一假选二 请 本栏目由奢殿老九 独家冠名播出 奢殿老九天长地久 我们来看本轮的选择 三真三假 我们先听一下三号的看法 你认为不对 为什么 其实这个清代的鼻烟糊 还是看到过一些 这个题材寓意很好 然后这个颜色也很艳丽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 画片的设计 还有这个颜料的呈现 觉得这个应该是不符合描述的 来 一号 为什么它对呢 各种颜色它混合在一起 又不突兀 又很自然 而且它是整体的一个高浮雕 很漂亮 我觉得是比较开门的一件 新的 就是现在新的工艺师 包括一些做鼻烟糊的 它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现在没有人有这个高度是吧 对 达不到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施俊超先生宣布 清代松赫延年套料鼻烟糊 经施俊超先生鉴定 绝对真货 好 这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施先生 这类的这个蝙蝠呢 就比较多 因为蝙蝠我们都知道呢 它是也是清代的一个产物 它是随着明末这个传教师 带来的这个鼻烟 然后我们单独为这个鼻烟 做了一个成鼻烟的这种器皿 那它什么材质都有 鱼的 然后呢瓷器的 然后包括料器的 料器的居多 为什么呀 它因为这个料器好多是炊质的 它比较好成型 但是这个呢 跟那个炊质的可不一样 刚才咱们说它叫套料 套料有双色套 有多色套 你看这个 就至少是有五个颜色 就是它是非常的复杂的 而且呢 它套料以后呢 它又是冷膜工艺 这上面有雕刻 然后呢 怎么去区分的新老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要看它的使用痕迹 有没有装过鼻烟 然后有没有用过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个这是用过 第二个呢 它呢就是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残损 然后呢它有磕碰 因为料器这种东西 它磕碰是很正常的 所以一件老的鼻烟糊 没有问题 好 谢谢施先生 谢谢 这东西一上来 我就知道不是新的 我都不用看答案 因为现在你要弄个烟盒 上面得写 吸烟有害健康 知道吧 就目前这个大概值多少钱 为什么就是这个 也不在估价范围呢 就是咱们节目有个规定 低于两万以下都不估价 这个又回归到咱就说 材质跟这种器皿的 这个上面了 琉璃啊 它本身就是比较好做 而只是说套料呢 它又显了一定的工艺 它就比可能其他的炊制的 要稍微贵一点 但是这东西呢 还是什么呀 太多 所以现在啊 就是大概的价值 应该几千块钱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如果这个烟壶是圆盖 它应该就价值就上去了 比如上边是一个珊瑚的盖 或者呢宝石的盖 它价值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在收藏的时候 一定是要尽量是圆套的 带盖价值就翻倍了 这个就没有啊 没有 好 谢谢施锦超先生 造型奇特的青中漆大漆竹编顶带盒 会是真的吗 你看这龙这个画法 就能够大致地推算这个时间 两件五彩瓷器 又该如何判断真假 这有不带款 又没有明确的纪念 一把首次在一锤定边出现的 清代作剧造型 价值又该几何 一锤定边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各位 这件东西没见过吧 没有 见过 见过吗 没有 颜色帽盒吧 什么东西 二号说 帽子 帽盒 帽盒 感觉像 帽子搁里边还是搁外边 搁里面 搁里边 那上面为什么它有一个 对啊 顶带那边 就是让它来容纳这个帽子 顶上的那个 对啊 那一截一截的 是吧 那干嘛弄一这样的盒子 你弄一大盒子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还非得套里头 这件东西 保主认为它是一个 清中漆 大漆竹边 顶带盒 来看各位的选择 这个二号 你刚才使劲儿这么一说 是吧 从你 你再往你左手边 都认为它顺着你的思路 往下走了 你其实认为它是一个地雷 对吧 不是 不是 就是它是个帽盒 就是这是没错的 但是可能到不了清中期 我感觉可能是晚清的 概率大 那清中期的帽盒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不知道 就见得比较少 但是见过一般普通的比较多 像这种看着这么精美的 但是是不是清中期的 不太确定 就是个老物件 但是到不了清中期不确定 所以我认为它 可能描述不太符合 这个三号 你觉得你跟一号二号 离得这么近 是不是今天也算是 算倒了霉了 就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地雷 坐在俩地雷旁边 六号 为什么你认为是对的 我看着这件东西 就是那个老的感觉非常明显 所以说我觉得清代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第一眼 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但是刚刚您一说它是帽盒 我一想还挺像的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没啥问题吧 接下来 我代表本浪漫专家 关毅先生宣布 清中期大期竹编顶带盒 这个说法经关先生鉴定 是对的 3456号 各加一分 挺精致的一件东西 请关先生为我们讲一讲 这顶上画的什么呀 画的是龙 但其实跟咱们看的瓷器 看那个玉器一样 你一看这龙这个画法 就能够大致的推算它的时间 五爪龙啊 中间这画的是什么呀 四项啊 朱雀玄武 青龙白虎 所以说这个帽盒 这个等级不低 但是你一看龙头 比清中乾隆略晚 我个人认为啊 家道 这个精致精致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个暖帽的盒 清朝的这个帽子还分凉帽 软帽 那斗里形的 那是夏天戴的 它夏天的热 看见没有那往上翻的那个 它那是冬天戴的 那是冬天戴的 有有汗 那帽子长鸽子这盒子 闷出一股嗖味来 对吧 它得通 底下大家没看见 底下还有窟窿呢 所以这竹漆叫什么 叫灭漆 这竹子是南方做法 但是这大漆 我刚才仔细又看了一遍 为什么看 我就看它到底这是 这是扬州的漆 还是山西的漆 我个人认为 这是山西的大漆 就是平遥这边的 这个大漆苗金的这种做法 所以说你看漆漆是在北方做 这竹边是在南方做 大家没仔细看 我刚才离近了又仔细看 这个细到什么程度 这个竹边 这个竹丝啊 是一个投撕的八分之一 我认为这个竹边是在安徽做的 做好了这个竹边 拿到北方去做这个漆 所以你想想这么大动静 这不是一般人的东西 这绝对是朝平的一品大员以上 所以说这个盒子是极其讲究的 再看那个锁件 这锁件一看是北方做工 它跟南方的那个铜件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综上锁数 这一件呢 是一个清代的 我们可以说就算中期吧 算中期的这样一个顶代盒 好 谢谢 谢谢光先生 来 看一看本轮大家 这是今天第一次出价 要谨慎一点 来 看各位的出价 3万 12万 26万8 7万 35800 28 最激动的是三号 268000元 像一个什么新上市的车的价 这个价格怎么来的呀 因为刚才听冠老师讲 它的这个工艺 首先来讲的话非常难得 我记得之前在这个市场当中 也买过就是竹编的那种茶台 年代的话没有这个久远 还有品级上也没有它高 但那个时候是市场比较火的时候 可能一个这样一个小茶台要十几万 所以说无论是从这个完整程度上来讲 然后还有当时的这个使用品级 还有这个工艺上 我觉得都可以给到这个价钱 好 我们也听一下这个2万8 是什么概念 6号 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年份也很好 然后做工也很精细 但是作为一个收藏品来说 不是很美观 又没有实用价值 你拿它装别的东西 看着也不知道装什么好 所以4号就折中给了个7万是吧 对 我刚才其实给价值 为什么没有给太高的价格 我就在想 你说以前的那个沉香的手串 外面是西盒 现在沉香手串买得很贵 哪有说买西盒的呀 这放帽子的 那你自然这个帽子可能贵 放帽子就便宜了 就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你看一劲说沉香手串 李大师那都懒得理你 是吧 什么叫手串 人家沉香的这么大一山子 搁在这儿的你知道吧 当然山子更好 开玩笑呢 李大师你来估个价 多少钱这个 应该在我觉得应该在6万左右吧 6万左右 你比较同意4号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对青中期大期主编顶带盒 给出的价格是 人民币15万元 最接近的是2号出价12万元的王旭宁 2号价1分 好 我们请关毅先生来点评一下这个价格 这个4号刚才忘了 这个买毒还猪的故事了 这个一个器物啊 我刚才说了嘛 这个一个器物它有它的历史价值 年代价值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过去看到很多漆器啊捧盒 在拍卖会上这个价格呢 屡创新高 这不是点单的一个有用没用的东西啊 这个历史价值越高 文物价值越高的很多东西 可能就今天来讲 越没有实用的这种价值啊 它是那一段历史和这个印证了 那个时期的一个工艺特征啊 所以我想市场呢 在收藏品市场就是这样 他给它一个应有的一个价格啊 好 谢谢关先生 谢谢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奇怪啊 也不奇怪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七件宝物 宝主认为 这是件清顺制青花五彩龙纹炉 直径20.5厘米 气形挺拔 底又微微泛绿 炉身五彩描绘 双龙细珠纹饰 繁红火纹点缀期间 青花描绘海水江崖纹 底足无诱 具有明显的悬枭式跳刀痕 整件作品画功粗犷豪放 色彩浓艳热烈 实为一件难得的 清顺制棉窑青花五彩瓷器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顺制青花五彩龙纹炉 你说顺制那时候的东西 看着怎么跟我们大明朝的还是挺像的 是吧 来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这一轮的选择 请看 今天有意思 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夺宝人意见相同的时候特别少 特别少 我们听下二号的意见 二号认为不对 因为这个炉子 从这个造型上来说 肯定是个老炉子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造型也是 就是当时流行的明末清初的这个造型 但您说明确的说是顺制的炉子 这个因为第一个没有考古的 那什么第二个只有不带款 又没有明确的纪年 没有证据是吧 对 没有证据说明它是顺制的 咱说明确的顺制的炉子 比如云龙三线那个炉子 那个龙纹画得要比这个还要威猛 包括那个龙纹是若隐若现的是 比较典型的 所以这个炉子呢 我对这个年代呢 我还是有点争议 所以我认为它呢可能描述不符 没有证据能够准确肯定地证明 它就是顺制 对 它完全有可能是崇祯 也有可能是康熙 我倾向于康熙 你倾向于康熙 对对对 好 这是二号的意见 来 五号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认为不对 我是从这个 它的彩绘的色彩过于浅淡 因为就是 饱和度不够是吧 对 饱和度 色彩的饱和度不够饱满 另外就是这个底盘过于干净了 虽然有一些坑坑洼洼 但是它那种包浆感呀 太紧实了又觉得有点假 太白了是吧 而且 你用的词用的好 一号来 很严肃地说 为什么认为它是对的呢 因为的话 我从底部看还是干老的 但是具体要定到哪个朝代的话 不可细究 我觉得通俗地说没问题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李晨先生宣布 所谓清顺治清华五彩龙纹炉 经本栏目专家李晨先生鉴定 这个说法是 对的 一号 三号 四号 各加一分 这个炉呢 叫波式炉 波是什么 和尚吃饭用的波 紫金钵鱼 但这个呢 是在供桌上 既是供奉用 烧香用的 为什么说它是顺治的 而不是康熙和冲真的呢 我回答这个问题 康熙的波式炉 比这个更美 更扁一点 度大一点 盐宽一点 这个形状 比较立状一点的是顺治的 另外呢 我们还说什么呢 这个底 没有用 康熙的波式炉 底 多有用 这种没有用的是顺治的 所以说它不是康熙的 为什么说不是冲真的呢 这个龙 清代的龙是什么 狮子头龙 这个就是狮子头龙 明代的是猪嘴龙啊 这个不是猪嘴龙 所以它不是明代的 是清代的 又不是康熙的 所以它是顺治的 非常准确 谢谢李老师 谢谢 我们来看本轮大家的出价 请看 好 这个大家出价 基本差不多 最低3万 最高5万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顺治青花五彩龙文卢 给出的估价是 三万八千元 最接近的有两位 分别是苏林 盛蒋奇 各加一分 这个一二三四号分 完全一样了啊 这一下啊 三万八买个顺治 这个价格您觉得合理吗 合理 为什么呢 里边有一道冲 如果没有充现的话 比这个价格要高 它毕竟是青花五彩 顺治的炉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第八件宝物 请看 保主认为 这是件清康熙五彩 萧和月下追寒信文笔筒 高13.5厘米 整气口底相弱 行至周正 外壁以五彩还会 萧和月下追寒信故事图 萧和马上张望 兵涌池火把脊椎 寒信扬边催马 奋提腾空 紧张气氛 悦然眼前 人物神情生动传神 那么这件笔触自然流畅 色色丰富雅致的五彩笔筒 会是出自清康熙时期吗 这个笔筒一拿上来啊 我们发现李老师 今天也带了不少笔筒 这得比着呀 是吧 对 李老师那堆笔筒一会儿再说 关键是台上这一件 号称是康熙五彩 萧和月下追寒信文笔筒 好 我们来看看 这轮大家是怎么选的 来 请看 一号和六号观点一致 他们认为不对 马画的有点潦草 这个有点卡通 特别是那个萧和 大眼睫毛 是吧 萧和鞋的那个马 挺卡通的 没有把它的神态表现出来 所以我跟 就是用尽了线条 对 画了很多笔 最后这马画的你说 就有点妩媚啊 这马画的 是 但是二号可能认为这恰好 就说明它是对的 来 二号 对 因为这毕竟是民谣的产品嘛 就是好多民谣的画师 就当时呢 就是这种也比较流行 就存在量也比较大 包括这柚啊 包括这个绿彩 红彩 都跟康熙的时候 还是都比较符合 所以我说康熙 接下来我代表本来报专家 李晨先生宣布 清康熙五彩 萧和月下追寒信文笔筒 经李晨先生鉴定 这是一件真假虎 二 三 四 五号 各这样一天 为了证明这件东西 李老师今天把家里的笔筒 都拿来了 我们请李老师 为我们讲解一下 李老师请 萧和月下追寒信这个文史 瓷器上的文史 这是汉朝的一个典故 出现在词器上就是 从原 明 清都有 是一个经典的典故文史 相当好 方才一号谈到的 说这个画得比较粗 我说不是粗 而是粗犷 豪放 你看那个马呀 吹马扬鞭哪多奔放 初中有戏啊 一号 为什么说是康熙的 我来解答这个问题 笔筒啊 词笔筒就从明末 从真到清代各朝有 再找没有词笔筒 这个康熙的笔筒最多 我这里边大家看啊 玉笔底 康熙的这样的笔筒 都是玉笔底 都是玉笔底 雍正的平沙底 大家看 平沙底 乾隆和乾隆以后的 是载圈竹 是载圈竹 这个是铜制的 也是载圈竹 还有这个笔筒是什么 明末清初的 可以说是顺制的 可以说是冲针的 也是平沙底啊 但是它跟雍正的平沙底不一样 雍正的这有一圈什么 又它没有 这个笔筒通过这个底 就能给它断袋 因为就是明末清初 这么一段时间嘛 就像我方才讲的 路在脚下玩手场 一定要旋转方向 方向是什么 玩真的玩老的 这一件呢 老的是清康熙的 好 谢谢 谢谢林老师 讲得多细啊 林老师专门把家里几个 唯一没残的都拿过来了 这个都有残 有残啊 有残 这件有残吗 那件也有残 也有残 接下来请大家猜一猜 有残的情况下 这样的一件康熙的笔筒 值多少钱 请 最高有人出到12万元之多 来 6号说一下理由 康熙五彩笔筒的话 我觉得既是一个文房 然后也是康熙时期的一个名品 所以说我觉得在市场上来说 应该是比较受追捧的 所以我给的价钱会相对高一些 有残啊 虽然有残 但是它这是画人物的 而且人物画的比较多 而且还是典故 所以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受人喜欢的 因为它本身就很精品 所以冲底了这个 哪怕有点小问题 是吧 对 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对康熙五彩 在萧和月下追寒信文笔筒给出的估价是 6万元 王旭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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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分 这个价格 李老师您觉得低了还是高了呀 6万 合适 合适 因为它有残 又没有残呢 20万 好 谢谢李老师 谢谢 好 今天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件宝物 即将登场 请看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件宝物 这件宝物号称清代和田黄玉 主题是灵猴献寿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轮大家的选择 请看 三号 你觉得三号为什么会认为它不对呢 刚才我记得他讲买那个竹子的茶台 竹边的茶台是当代的 他可能接触这个当代的美玉比较多 然后所以是羊脂白玉接触的比较多 然后可能接触这种黄玉就比较少 你看这个灵猴啊 这个额头上的抬头纹 都是丝丝雕刻出来的 这就说明它是清代的 首先说明雕工很不错 第二呢 这个黄玉的颜色也像是正经的 和田的黄玉 三号啊 没关系啊 说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为什么认为它错了 它应该是一个地方玉 然后说它是和田黄玉 我就觉得它这个颜色 可能跟以往的这个 看到的和田黄玉 稍微有一点差别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施俊超先生宣布 清代和田黄玉领猴献寿 经施俊超先生鉴定 完全正确 施俊超先生给我们讲讲这件宝物 就是在看老玉的时候 看工是必然重要的 但是一定要先看它的材质 那么像这么漂亮 这么黄颜色的 也是比较少的 在市面上建的最多的 有青海的黄口料 它跟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是青黄色 那么这个黄呢 就达到了这种什么呀 栗子黄 它的颜色非常的纯正 那么这是一 第二个呢 这个新疆的黄玉的一个特点 油润度非常的高 从内向外那种反射出来的 这种油润 再说就是它的雕工 它是符合就是清代 这种兽剑的这种雕法的 为什么呢 你看它脸部的表情的刻画 非常的呆萌 寥寥几笔 然后把猴子这种灵动性刻画的 非常的好 而且呢 就是背着一个如意 要去献兽 这一般呢 就是在过去像这种雕刻 都是要送老人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 除了看工以外 就是所有的玉雕 一定要看它的皮壳 这种皮壳 它跟有一层保护层似的 为什么呀 这是盘玩的后果 没有长时间的这种把玩 是出不来这种效果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看就是开门 倒带保老的一件 黄玉的灵猴献兽 和田玉把劲 好 谢谢施敬超先生 这个存世量 应该也不算太少 黄玉本身就比较少 这个是 在和田玉里边 它是属于一个稀有品种 价格肯定也就不一样了 对 好 请各位估价 五万最接近的是 出价四万的六号 六号加一分 好 这个价格是一个市场上 正常的价格吗 实际上 它呢 虽然料子比较稀有 但是呢 它毕竟太小 如果说这个要是 两个猴或者三个猴 可能会更贵 如果它是一个 普通的清白玉 然后也这么大 可能都 不会超过两万块钱 也就一万多 一万多块钱 对 因为它是材质 再加上它是雕工 然后组合上那是价格 我觉得五万块钱 比较合适 差不多 对 好 谢谢 有着玉石之王美玉的 和田玉 古往近来被赋予的 太多太多的美好寓意 洁白 温润 一直是大多数的人 对它的认知 其实除了白色之外 和田玉还有多种颜色 按照2020年12月1日实施的 和田玉 鉴定与分类国家标准 和田玉从颜色上 被分为了八类 白玉是和田玉最常见的颜色 也是自古以来最被推崇的颜色 青玉 主体颜色成中等至深的青 灰青黄绿等色调 青白玉 主体颜色介于白玉和青玉之间 碧玉 主体颜色成浅至深的绿 灰绿 青绿 暗绿 墨绿等色调 黄玉 主体颜色成浅至中等的黄 绿黄 绿黄等色调 黄玉 主体颜色成糖色 且糖色百分比不低于85% 墨玉 主体颜色成灰黑至黑色 且黑色部分百分比不低于30% 翠青玉 部分或整体颜色色调成浅绿至翠绿色 且绿色部分百分比不低于5% 到目前排名第一的是二号 排名第二的是四号 排名第三的有两位 一号和三号 一号和三号 将会通过一道题目 来决定谁是今天的第三名 二位请听题 帝王肖像画 是我们认知古代历史文化 宫廷生活 家具陈设等的重要依据 那么下面这幅帝王肖像画 所描绘的是哪位皇帝 书斋血经的场景 而他端坐的椅子又叫什么呢 A 明太祖太师椅 B 明宣得官茂椅 C 清雍正根结椅 D 清乾隆根结椅 开始 三号抢到了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你自己答 答对了 你晋级 第二 让他答 他答错了 也是你晋级 我选择让一号来回答 好的 我觉得是D 乾隆 乾隆 根结椅 是吧 你看这模样是乾隆嘛 是吧 我们来看看 正确答案是 C是吧 U正 根结椅 三号加一分 这就涉及到今天我们最终环节要用到的就是这个叫根结椅的东西 树根家具又称天然木根家具 是把奇形怪中的树根和长满疙瘩的骨藤櫻木等木材在必要的整修后用巧妙的手法拼合整的家具 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用树根制作家具的记载 特别是到了清代 雍正乾隆的宫廷画像中 树根家具的身影多次出现 树根家具在清代更是风行一时 眼前这件清乾隆根结椅除坐面将木根横切修整为平面以外 其四足 俯首 靠背均以天然木根偏箱而成 不留人工痕迹盘根错节变化无穷 整把根结椅似乎完全出自天然 毫无复杂修饰痕迹浑弱再生 是一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清中期家具代表 那么它今天的价值又该几何呢 我们很多朋友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把椅子 根结椅 根结椅到底是什么椅子 为什么皇上喜欢 这把根结椅又有什么特点 我们请关义先生为我们介绍 根结椅 根结椅啊 为什么不说根椅椅啊 因为它不是根椅 这叫盘根错节 所以叫根结椅啊 就是利用这个自然木的根 这个树死了 把这根刨出来 还有的是藤萝 古藤 实际上满足了中国古代这个文人呢 爱好自然 这种自然的这种结构 包括像那个赏识一样 这属于呢人们审美的一个范畴啊 在故宫里前龙花园啊 就有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根结椅 这实际上是一种花园里用的器具 其实根结椅的起源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早在公元十世纪啊 在我们的很多书画作品上 就出现了这样的椅子造型 不要去探讨它的木材有多么的珍贵 这种艺术的审美啊 它要超越了那些物质的啊 甚至超越了紫檀黄花里的这种珍贵程度 也就是现在在国外的一些大的拍卖会上 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椅子 好 谢谢关键的介绍 我们要猜的是这样的一把椅子 它来自乾隆年代 传到今天它会值多少钱呢 三位有不同的出价次数 接下来 清乾隆根结椅 我宣布出价开始 2号 115万 115万元整是王迅宁的首次出价 请听提示 高了 继续出价 4号 40万 40万元 黄建元的首次出价 请听提示 对了 下才对了 做梦 太低了 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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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80万 80万 我的提示是 高了 正确答案在40万到80万之间 接下来10秒钟之内 三位如果都不出价 苏林必须用掉这次机会 还有5秒 3号 我的出价是59万 59万元是苏林今天的唯一出价 请听提示 高了 继续出价 2号 58万 58万 是 王迅宁的最终出价 请听提示 还是高了 57万9999 老子怎么没乱呢这个人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乾隆跟结已给出的估价是 57万5000元 祝贺4号 好 这样的一个价格 关毅先生您觉得合理吗 我印象里啊 这国外的某一个大拍行 我印象里的价格是拍过一次是60多万 我想这个价格可能是50万加佣金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好 接下来是今天最终的颁奖 我们有请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李辉先生 亲自为黄振元颁奖 两位请上台 好 请李大师为黄振元 我先看一眼吧 真不错 我闻一下啊 来 祝贺黄振元 再次感谢李辉大师 最后把掌声送给三位专家老师 辛苦了 来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一锤定音 每周日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见